看到小奇迹蹦蹦跳跳朝粉丝飞奔而来 才明白回到自己家的孩子有多幸福 自从小家伙受伤痊愈重回外场后 就彻底化身阳光开朗大男孩 并且仔仔还有了一套自己的作戏表 每天他都会淡定自若地乖乖回家 不再是以前那个窝在水沟里的巨金小熊 而小奇迹还将这份爱意回馈给粉丝们 不顾风雪也要离开温暖的内社出门营业 并且还拿着竹笋给两脚兽表演试播 也正是因为基地饲养员的温柔以待 即便是在外场也挡不住仔仔和奶妈贴贴 这小子本来还在疯完乱跑 看到最爱的奶妈后立马溜到墙边 被爱包围的他还开心地转圈圈 要知道仔仔吸引了不少小鸟前来串门 可霸道的他们总喜欢糊口多时 忍无可忍的小奇迹翻起来白眼也无济于事 贴心的奶爸奶妈还化身驱鸟人 帮忙赶走不速之客 最近小奇迹还能听懂中国话 奶爸一喊他便会立马上前回应 能让熊猫短时间信任饲养员是多么不容易